大家好,我們是 哇! 今天呢,我們來這邊呢 很開心可以看到這部很酷的電影 叫做造反城市 這部片真的對我來說 我們就大家就講一下 然後我們呢,我先來我先 就是我覺得這個在音樂的 很多跟音樂有關的電影裡面 這部真的不得了 有點像是音樂電影裡面的那種 融合的企業戰士 跟曖昧的異想世界 就是,它是一個音樂片 但是呢,卻是非常有很多天馬行空想像力啊 然後又有動作片的那種興奮感的 然後看了真的是 會覺得呢,它是一個真的很棒很棒的電影 嗯 那裡面我覺得最好笑的呢 就是,因為他們是有六個鼓手 所組成的一個樂團 所以你可以在裡面看到很多鼓手 獨特的 對 個人特質 以樂團來說,大家都會知道 鼓手有些很特別的 對 那種說的 可是因為剛好就是 有玩團的人 我覺得看這部片會更有共鳴 對 像鼓手通常都會習慣性重點 蛤? 對 就它裡面還有很多 除了它對於 就是音樂上面很多巧思啊 然後整部片它的劇情 讓人家覺得就是非常非常有創意外 它也把那個 鼓手的那個特質 對 對 都就是描述得非常好 裡面那些真的就是 他們應該 他們應該就是本靈 所以他們就是音樂家 而且我覺得這部片真的太幽默了 對 對 它讓很多生活中很小很小的聲音 會讓人注意到 結果沒想到這些東西組起來 有一些節奏 它就可以變成音樂 那 身為鼓手的一代 等的話 可以說 我們鼓手來想總結喔 對 鼓手呢 我的總結就是 所有的鼓手呢 都應該來看這部電影 那你身為一個看完這部電影的鼓手 有什麼感想 我的感想就是呢 我在這部片裡面呢 獲得很多的靈感 哎呀 下次也許我就可以拿個那個挖筒之牌 做音樂也不一定 對 然後呢 我覺得這部片還有很多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雖然用了一些 當然就是 如果你有一些簡單的音樂知識啊 那看起來會更過癮 但是呢 大家又不用覺得壓力很大 因為這個音樂就是真的 你知道很簡單很簡單 大概是國小二年級以前 其實不用懂音樂也可以來看對不對 對 不用懂音樂那還是非常有趣 對 然後呢 不管怎樣呢 它從頭到尾呢 都是一個節奏非常明確 然後呢 它的配樂也很過癮 對 這少數呢 配樂不會用大 就是使用大量打擊樂器的 然後呢 真的很有 很有那種 我們那時候去看Blue Man的時候 也很有這種感覺 就是很多打擊樂器什麼道 這樣 然後再加上它的劇情 再加上呢 還蠻對我意外就是呢 這些音樂人呢 竟然很會演 我真的以為是演員 結果真的 哇 真的很厲害 超好看 大家一定要愛